倒洞下隐藏的秘密 被时间湮灭的历史真相 经过考古队员们的努力 被一一揭开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倒洞下的秘密第二集 2013年随着陶寺遗址工程城墙被发现 陶国工作者终于在一块 打破了城墙基址的目的中 意外解开了一个困扰了他们 整整十年的疑问 盗掘王族墓地 拆除宫殿 推倒城墙 摧毁陶寺文明的神秘势力 竟然很可能是本方的时髦文化 倒洞下隐藏的秘密 被时间湮灭的历史真相 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山西工作对队员们的努力 被一一揭开 无独有偶 就在距离陶寺遗址只有20公里外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一支考古工作队 也在一个离其道洞的最深处 找到了2600多年前 一个导致五味尽猴被杀的重大历史事件 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老城ассır应声 第一手资料 2005年8月的一天 山西省林坟市区卧县 一个名叫杨舌的小村旁 一支考古队正在田野上紧张地忙碌着 钻探结果显示 他们将要发掘的是一组春秋早期高等级墓葬 钻探发现这一组墓葬是非常非常重要 装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它竟然是一对夫妻病血合葬墓 而且每一个墓葬它的规模 它是带南北墓道的 是双墓道的 在春秋早期 礼乐制度还没有完全崩坏 一座墓葬拥有两条墓道 这意味着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大国国君 这样的南北双墓道的墓葬 在我们这么多年发掘进国这么多墓葬 尤其在去陈天马 已经发掘这么多墓葬来看 这样的墓葬规模 它只是进国国军一起的 其他的级别是没有的 它连墓道在墓室将近五十米 墓葬的开口也在四米五到五米之间 当地表的耕土层被清理干净 墓框彻底暴露出来后 人们发现这组超级大墓的长度 甚至接近了五十米 如此规模 即使是在囊括了西周时期 所有晋国国军大墓的北双镜侯墓地 规模等级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杨舍墓地与北双镜侯墓地所处的屈村天马遗址 阁府和湘瓦直线距离只有短短的四千五百米 那么他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墓主人又会是晋国国军中的哪一位呢 带着即将揭开重大考古发现的喜悦 考古队开始了对两座大墓墓坑填土的清理 然而在2005年8月24日这一天 工地现场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让人揪心的情况 从墓口向下挖掘 刚刚掘近两米多深 二号墓填土土质就出现了 大面积异常 有很多而且是很多小木炭块 这样的木炭块通常是在这种木里面 就是在这种带积碳的木里面才会出现的 春秋时期的高等级大墓 都要在果实上铺上一层木炭 如今木炭竟然出现在了填土中 难道说又遇到了盗墓 可是从几乎覆盖了整个木坑的扰乱面积来看 又不像盗墓 而且刚开始发掘时 发掘探方刮平了的工作面上 明明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根据我们的地层现象判断了 至少就是在墓口上的旱带层里 以后是没有着动 随着土壤在低洼处的堆积 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被一层层保留下来 距地表越近 时代就越晚 汉代文化层以上没有扰乱 说明木炭的盗扰应该发生在汉代以前 倒扰过后 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 重新形成的耕土层 将盗掘痕迹完全掩盖 那么在汉代以前 有可能一直到战国春秋 甚至在墓葬 当时就是下山不久 接下来一号墓也传来了坏消息 几乎相同的情形 在那里又一次上演 面对现状 队员们疑惑万分 要知道 就在相邻不远的北赵靖侯墓地 包括核心区域的九组靖国国军大墓在内 完全没有属于这一时期的盗墓情况 那么两千多年前 这个神秘的盗墓组织 又为什么会单单盯上这一组大墓 难道说其中另有隐情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 12月20日 考古队员终于进入了一号墓果市 眼前的情形再次证实墓葬早已被盗 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铜的挂钩 在那个地方发现一个铜的顶腿 那么这种铜的挂钩应该就是边中上的挂钩 那个顶腿显然是有顶 可见这个墓里面原来至少是应该有这些东西的 它是被抬走 果市倒扰严重 就在大家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出土重要器物时 摆放在果市正中的棺木 却突然给了队员们一个意外惊喜 果市被洗劫一空 关内的随葬器物却依然琳琅满目 下一刻一个更加出人意料的情景 让在场的所有考古队员都目瞪口呆 墓主人呢 这个关内的墓主人呢 很有意思的就是在他的上半身 他的上半身到头部都没有了 仅仅存下半身 就是大概从胸口以下往下都在了 墓主人的头颅哪去了 难道说是被无聊的盗墓者拿走了 那么这该是一伙多么奇怪的盗墓贼呀 他们用大接铁的方式 公然挖开了一位国君的屏幕 抬走了笨重的青铜器 却对珍贵的玉器金器不屑一顾 反而是墓主人的头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仔细观察了骨骼断面的细节 吉昆章又发现了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事实 墓主人遗骸的上半部分 竟然是被人用力气砍断的 而且发生在下葬后不久 如果人已经变成果头架子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可能我觉得可能时间不长 就被人力气斩断 当果室的清理接近尾声时 考古队员在木坑角落的泥土中 发现了一颗头骨 这个头骨显然是被漆落到那个地方 就是随便扔到那个地方 从棺里边拿出来扔到那个地方 一号墓如此离奇 二号墓也没能躲过劫难 很显然这场奇特的盗墓 不是为了追逐财富 而是为了毁墓 自古以来 毁墓鞭尸是对死者极大的侮辱 《史记吴子虚列传》中就记载了 吴子虚为报复仇 借吴国兵马 攻破隐都 掘楚平王墓 出其诗 编织三百的故事 但是 这些人在毁墓时 为什么拿走了青铜器 是顺手牵扬吗 过去的青铜重器 是代表身份的 是代表中等级和身份的 预期它在当时没有那么重要 杨蛇大墓的主人 在墓葬被毁后惨遭割头 这得有多大的仇恨 这位不幸的晋国国君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有人如此针对他呢 尽管没有直观的文字信息 但是根据墓主人是一代晋猴 且墓葬被毁的事实 结合文献记载 吉昆章还是做出了一个 后来被不少学者认同的推断 我就进一步联想到 在这个晋国的春秋早期的历史上 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历史 叫敌树之争 敌树之争也叫屈卧待义 是晋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 同宗相残的血案 公元前746年 晋门侯鸡仇去世 第二年 他的继承人晋昭侯 把自己的叔叔成师 分封在了屈卧 史称屈卧还书 分封后不久 还书的野心开始膨胀 祖孙三代连续发的叛乱 并且在长达67年的时间里 先后杀死了五位晋猴 最终取得了晋国的统治权 根据这段历史 吉昆章推测 大墓主人就是被取代了的 嫡系一支的先祖晋文侯 墓葬被毁 源于战争期间 敌方对风水的破坏 或者是胜利后 对文侯的羞辱 无论盗墓还是毁墓 毕竟都是不道德的行为 因此 类似吴子虚 鞭尸楚平王这样的故事 在史积文献里 十分罕见 杨蛇大墓墓主人是谁 毁于何人之手 在文献记载中 也没有留下丝毫线索 因为青铜铭气被盗 明文就此缺失 墓主人可能是晋文猴 也只是领队吉昆章 根据历史事件的一处推测 然而在隔阂相望的陕西关中平原 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拥有247个道洞的春秋时期国军大墓中 依然解开了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1975年秋天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一支考古工作队来到了宝鸡市凤翔县 他们要寻找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秦国十九位国军的墓葬 经过砖探 勘探队在县城以南七公里外的南指挥村 发现了一块明显的人工夯土遗存 由于面积足有惊人的5300多平方米 人们一度以为如此规模的遗存应该是一座宫殿机址 然而随后的砖探却表明 它确实是一座深达25米庞大的地下灵形 要知道 已知的春秋时期 中国北方诸侯国国军墓葬 即使算上墓道 面积也都在500平方米以内 那么眼前这座足足大了一二十倍的超级大墓 墓主人究竟是谁 他的墓葬为何会如此与众不同 墓坑深处又埋藏着哪些秘密 公元前六七七年 秦国迁都到今天凤祥县境内的雍城 此后在长达294年的过程中 共有十九位秦国国军在这里执政 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时间到了1974年 由于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兵马俑被意外发现 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起了 这个古老的帝国 1976年雍城考古队正式成立 秦汉考古学家韩伟带队 开始了针对雍城遗址的考古工作 当年的考古队员 今天很多都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中坚力量 第一这个地方是秦的首都雍城 秦人在这里建都二百多年 第二个是秦人在这里 应该是修建了大规模的陵园 所以他其中当时的一个重点 就是找秦宫陵园 找秦的大墓 结合雍城遗址的方位 考古队员根据文献记载 很快就在南指挥村 发现了一处疑似秦国国军墓地的夯土遗迹 但初步调查过后 遗迹的规模却又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当时我们不能判断 它是建筑遗址还是墓障 因为太大了 太宽了 一个断面 它什么形式结构走向我们都不清楚 根据勘谈 夯土遗存的面积 足有五千三百三十四平方米 这样的规模 很难让人相信 它会是一座独立的墓葬 因为在此之前 我们发掘过一些大型墓葬 比如安阳阴墟的亡灵 但是它的一般的面积 最大的面积 大概就是四百多平方米 接下来勘探队员开始用碳产钻探 想要弄清楚遗存具体的分布情况 可谁知第一产打下去 就出乎了人们的预料 结果一打呢 二十四米五深 就说一打不到底 一打不到底 一直打到二十四米五 才见到了原生的黄土 从这个深度呢 韩伟先生当时就确认 这是一个大型的墓葬 如果是建筑机制 深度应该不会超过十米 可是二十五米的深度 和如此夸张的面积 即使在墓葬中 也称得上前所未见 经过钻探 人们终于确信 这就是一座拥有两条 斜坡木道的中字形大墓 在探产带出的泥土中 队员们还发现了一些木炭 朱砂 以及藏具腐朽后留下的墓灰 从这些细节来看 墓葬应该属于春秋时期 考古队员初步断定 大墓主人应该是一位秦国国君 由于这是在雍城发现的 第一座国君墓葬 因此人们称呼它为 秦宫一号大墓 可是这位国君究竟是谁 他又为何能拥有 如此夸张的大墓呢 247个盗洞 代表着200多次盗墓行为的 发生 尽管如此 大墓依然出土各类文物 3500多届 事实证明隔绝了大多数盗墓贼的 正是深达25米的木坑 1976年12月 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中国考古史上最大规模的发掘 终于开始 第一步就是清明木坑 及木道中的填图 可是就在发掘 刚刚进行到两米深时 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景 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木坑内的工作面上 陆续暴露出一些 大大小小 土色异常的现象 经过仔细辨认 这些痕迹 竟然都是被泥土淤满了的盗洞 我们要绘制一个平面图 在这个平面图 光木石部分 没有发掘木道的时候 整整287个道洞 俗话说 十目九空 发掘中的古代木葬 出现倒扰痕迹并不奇怪 但对于往往 只有一两个道洞的 绝大多数木葬来说 眼前的247个道洞 毫无疑问 又一次在中国考古史上 创造了纪录 如果说一个道洞 代表着一次倒木行为 那么秦宫一号大墓 为什么会遭遇 如此频繁的倒扰 木坑深处的果实 会不会被掳掠一空 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还能不能找到答案 在崇拜祖先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挖坟掘木自古 就被认为是违背 刚常名教的犯罪行为 历朝历代都曾严令禁止 先秦文献 吕氏春秋中 就有对盗墓行为 以严微重罪禁止的说法 1984年 湖北江明张家山 汉墓出土的解读 二年律令中详细规定 盗发种与杀人 治人伤残 敲诈及拐卖人口同罪 会被处以一种 类似于五马分尸 名为哲的酷刑 南北朝时期的北邪律 以及随代的开黄律中 盗墓被纳入了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 十种最严重的犯罪 也就是俗称的十恶不赦 到了清代 律法中关于盗墓的发种律 则更加严酷 凡是损坏历代宗庙山林 不分主从或祭祟未祟 都要凌迟处死 甚至诸连警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严重的盗墓行为 将被处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是 秦宫一号大墓的247个盗洞 属于哪个历史时期呢 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陆续对盗洞进行了清理 里面出出大量的青铜器的残片 木炭 瓷片 在这里盗洞里面出来 青铜器残片和木炭 都属于春秋时期 墓葬原本应该有的东西 但数量不少的瓷片 却在年代上明显存在差异 经过分析 它们大多应该来自 1500多年后的宋代 至于盗洞中为什么会出现宋代的瓷器 考古队员分析 这些瓷器碎片就是盗墓者 在盗墓时使用的油灯 那么这些盗洞 我们把它分析一下 从时代上来说 最早应该是战国晚期 就是等于说这个木葬埋葬了 大约两三百年以后开始出现盗洞 那么一直到唐宋 经过各个时代的盗决 尤其在唐宋时代的盗决 非常非常多 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 以及五代时期的分裂 形成了自汉末以后 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盗墓活动 相对集中的阶段 到了北宋灭亡 中原地区陷入混乱 盗墓行为再次猖獗 跨越了两千五百多年漫长岁月 二百四十七个盗洞折射出的 恰好是一部中国古代盗墓史 秦宫一号大墓的发掘 从一九七六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六年 整整耗费了十个函数 创造了考古史上 发掘单体墓葬用时最久的记录 之所以用了十年时间 一个原因是墓葬规模太大 另一个原因就是盗栋数量太多 盗栋把它整个一方面 是把这个保护层给破坏掉了 另外一个 他把墓石的这个墓葬的结构 也给破坏掉了 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发掘清理的话 这个也是比较难度比较大的 当发掘工作进入果市范围时 考古队员发现 二十五米深的墓坑 尽管隔绝了绝大部分盗墓贼 但仍然有十多个盗洞打穿了果市 为了让大剑器物能够通过狭长的盗洞 盗墓贼甚至打碎了一些青铜器重器 我记得我们出过这么大一个 一个铜器的一个铲块 从那个铜器的铲块 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墓里当时 应该的寻葬的有大型的青铜器 但是都被盗墓贼盗走了 他在盗的时候 他把那个青铜器砸碎 然后给我们留下几个铲片 尽管遭遇了反复的盗扰 但由于墓室体积巨大 经过考古队员反复搜寻 行宫一号大墓还是出土了 包括金铁玉石等材质在内的 三千五百多件文物 但是这些文物 要么是古代盗墓贼不屑一顾的淘气石器 要么就是体积细小的金器玉器 经历了盗扰 依然被遗落在这里 例如这件古称代盛的啄木鸟 通体由黄金打造 但长和高分别只有1.7厘米和1.6厘米 起初应该只是某件器物上的零部件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 辨别两周时期的国军大墓墓主人身份 常常根据青铜器上的名文 但是在秦宫一号大墓中 几乎所有的青铜笔器都不见了踪影 对墓葬性质的判断自然陷入了僵局 1985年年底 考古队员在靠近国市底板的一个盗洞末端意外发现了一些石庆的残片 显然他们也是被盗墓贼遗弃在这里的 从盗洞里发掘出来的那个石庆的残片呢 大概有三四十块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这个队这个石庆 我们通过石庆一队 我们把它我记得完整的 大概能队着四件某五件石庆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批意外发现的石庆 竟然解开了让考古队员纠结十年之久的难题 我记得当时挖出一个石庆的残块 然后挖出来以后我们把它清洗干净 上面有文字 作为春秋时期重要的乐器 石庆不仅是贵族阶层的象征 还是几乎每座国君大幕随葬器物的标准配置 最终拼队完的石庆上 有了这样一句完整的文字 天子言喜 公还誓四 高扬有灵 四方以鼎 这些名文的大意是 天子举行艳想 作庆者是贡公还公的四子 秦仁祖先的高扬氏在天有灵 国内才四方生平 这个文字明确的提出说是 这个制作这个庆的主人 他说他是贡公和还公的后裔 这样的话顺理成章的就应该是进宫 秦仁公是秦立国后的第十三代国君 他统治秦国达四十年之久 是秦国都英城期间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 当时的秦国占领复数的关中平原 已经达百年之久 国力日渐强盛 秦仁公就多次举处国联盟 挑战晋国的霸主地位 秦仁公为自己修建如此奢华的大墓 恰恰体现了秦国的野心 三百多年后 秦王嬴政终于实现了祖先的遗愿 不仅称霸天下 还为中国开创了天下一统的新局命 道洞已经穿透过世 洞底距国宝及青铜大艇只有三十厘米距离 先军依法之计 是公安干潜的出现挽救了文物 挽救了一段被湮灭的历史 遭遇二百多次倒扰 依然出土大量文物 宝基秦宫一号大墓 得益于二十五米深的墓坑 在土坑墓国的先秦时期 深埋就是最主要的一种防盗措施 这一点在河南省三门峡市 上村岭国国墓地中体现的更加透彻 1991年 河南省三门峡市国际墓入选第一届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引发了轰动 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 许多重要器物竟然是在千军一发之际 从盗墓贼手中劫后余生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 为了配合三门峡黄河大坝的建设 曾经在一个叫做上村岭的黄河滩上 清理过一片国国墓地 经过两年的持续发掘 收获惊人 根据出土器物上的名文 考古队员判断编号为1052的长方形数学土坑墓等级最高 墓主人是一位名叫原土的国国太子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 文讯心灵现场 写出了被学术界视为钢顶之作的三门峡出土铜器二三式 由于是配合工程建设 当边缘不再出现新的墓葬后 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发掘告一段落 然而三十多年过去 到了1990年春季的一天 三门峡市公安机关却突然接到举报 就在距离国国墓地二三百米外 竟然有村民在自家的院墙里盗挖古墓 村里头把它划成了群众的灾基地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就划成灾基地 在群众的监放中间发现了这些墓葬 由于有院墙座掩护 盗墓行为很难被发现 当公安干警赶到现场时 已经有二十多座墓葬被盗 它有些是在群众的灾基地院子里头 有些是盖在房子地下 就在这个附近 大大小小的倒动到处都是 得知上村岭国国墓地又有了新的发现 河南省文物考古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 从另一处发掘工地临时抽掉人手赶赴现场 那个时候我们在平成山英国墓地工作 在那里搞发掘 到90年的初 单位领导通知说是 三门峡国墓地就是被盗 有一个案件牵涉后的好多人被抓 我们就在这个到现场来勘察 看到盗扰如此严重 领队江涛还没来得及对整个墓地进行勘探 就决定争分夺秒 在提出申请的同时就着手进行抢救性发掘 森探是后来进行的 因为当时要急着抢救 那种遍地都是这种造动 在现场考古队员很快就选定了第一个发掘目标 这座被编号为2001的被盗墓葬 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长方形数学土坑 面积要小于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1052号太子墓 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据干警介绍 当他们制止犯罪时 还有人在这座墓葬附近活动 他应该没有被盗空 深邃的墓坑让盗墓贼变成了盗洞中的白骨 洞口大开的梁王壁鼠洞 见证了曹操盗墓这段历史 机关重重的秦王夫人墓 依然没能阻挡盗墓贼的脚步 他所发现下期播出盗洞下的秘密第三集 这是我看知识和行人的距离 既不安全也不尊重 有距离有尊重 小事不小 随后的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很快发现 盗洞已经挖穿了果世面 然而就在人们为墓葬遭到破坏而担忧时 却意外发现 由于顶板塌落 盗洞末端虽然已经进入了果世 却在距离器物层仅有三十厘米的位置 戛然而止 就是那个刀洞向下三十公分的时候 出现了青铜体 如果当时他再有十分钟的作案时间的话 那这个墓就完了 两重天上的就 他下面正好就恰恰是 一个大顶一个玉冰铁线就在这个位置 他盗洞的位置也非常准 带着墓葬结后余生的欣喜 考古队员迅速开始清理 很快他们就发现 这座没有墓道 面积也不大的墓葬 竟然出土了属于国君的全套青铜领器 盗洞底部发现的那件青铜顶 后来之所以被命名为国际顶 就是因为顶覆中的名闻显示 墓主人竟然是西周时期 三千诸侯中等级最高 曾经兼任周天子公卿大臣的 国国国君国际 发现国际顶时 在场的考古队员无不可的后怕 因为如果盗墓者再挖上集铲 这些国宝级的青铜重器 很可能就要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 正因为墓坑深邃 劫后余生的国际墓才有了 入选第一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毒药 其实在更早一些的1986年 湖北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京门包山大土时 就意外发现 六米高的大木风土 再加上十四米深的木坑 竟然让一伙古代盗墓贼 成了梅土苍蝇 最终化作了盗洞中的雷雷白 我们有lica室 的关系 最终化的时候 کی能力 最终化你 有抵养 我们有什么 凯似